你这是我亲家 可是拆我的胎啊 我 行了 赶紧开个玩笑 但我相信 你要去办的这件事啊 对你一定很重要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事 但我一定会支持你的 谢谢书记 这是车钥匙 那我就给您放这儿了 放这儿吧 我走了 去吧 怎么 你再不走 小心我反悔啊 那我出去了 去吧 这动员会开了 大家的状态也调整过来了 这误区的话 我也说了一大堆了 接下来 咱们就要动点真格的了 你们说是不是 是 开发区二期的战略方向 就是农副产品加工业 特色农产品 原本就是咱们郑合的优势资源 郑合又占据地缘 人员 交通等优势 如果不把这些优势发挥出来 那等优势没有优势 这方面 大家是怎么考虑的 都说说看 农业这个口我比较熟悉 那我就先说说了 咱们郑合的传统茶叶 竹木制造产业含量技术低 成本利润低 属于粗放性经济 确实严重阻碍了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 我认为 咱们应该引进附加直高的 相关深加工企业 以及产业链项目 聚拢拉动本地零散劳动力 及中小企业 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 这样才能有效地提升 市场的竞争力 对 另外还可以把咱们县的 竹茶产业作为基础 在引入食品加工 竹加工 茶叶加工 等产业机械 作为发展项目 打造敏车干地区 具有影响力的 机械制造专业员 廖书记 各位领导 这一项目 我筹划了很久 希望能早一天实施啊 等回头吧 回头我再给单独聊 廖书记 廖书记 先去 正地小组 从宋基村走坊回来了 经济开发区二区的 整地情况不太妙啊 看来这宋基村 我得自己去一趟 喂 俊波啊 栗子 怎么听你声音这么疲劳啊 有点累了 没事 挺好的 你放心吧 我听说郑和县 今年的发展排名 提升了不少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你是不是应该 休息休息了呀 这才拿到哪儿啊 还早着呢 他大家都在忙 我怎么好意思休息啊 反正休不休息 是你自己的事 你也别骗你自己了 好不好 不说这个了 丫头呢 她忙着呢 这不马上就要考试了吗 有很多作业要写 那就不叫她了 这个营养还要跟得上啊 让她抽空还是要多运动运动 爸妈都好吧 挺好的 你等一下 我让他们接啊 你稍等一下啊 妈 进步的电话 我儿子来电话了 儿子 你好啊 妈 我挺好的 我跟你说呀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听见没有 天下冷了赶紧穿衣服 别感冒了啊 一定要让妈放心 妈 你就放心吧 我挺好的 对了 妈 你哪天让那个林立啊 给你下一个这个淘宝 什么吃的呀 用的呀 还有你跳广场舞的 这些东西啊 网上都有 这还便宜 好 好 好 我记住了 我 你放心吧 我记住了啊 我跟你说儿子 你等会儿你这 干什么呢 我 你听着啊 妈跟你说啊 一定要吃好的 喝好的 别凉一阵 热一阵的啊 你回头儿能胃不好 让妈不放心你 我跟你 你干什么呀 这 哎呀 你就不能说点有用的 来来回回就这些 靳波呀 你吃了吗 你 你不是也说着没用吗 爸 我吃过了 靳波呀 我想出来上次咱们下那盘棋 我怎么走了 你等着我 我给你说一下啊 向三退一 那就 炮九平八 炮八平五 这政敌呀 还需要面谈呢 这还没面谈呢 怎么 你们就要去上访 征地办都来了 我们听说 是按照去年的标准赔偿 大家都不答应 那只是说说 这征地呀 是大事 这县里面啊 要举行正式听证会呢 举闹一闹 不然会吃亏的 廖书记 廖书记 您怎么来了 乡亲们 你们不要激动啊 听我跟大家说几句 征地办的同志啊 已经跟我说了 有些村民对我们这次 征地的事情啊 还不太清楚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来 就是想当面 跟大家聊一聊 廖书记 没什么不明白的 我们松西村全体呀 坚决拥护县里的 各项决议 征地的事情我不同意 你个小兔崽子 这是你说话的时候吗 我们这次来 就是想听取大家的意见 这个征地呀 是为了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 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 过上更好的日子 大家可以看看 这几年我们郑合的发展和变化 这些都是我们全县父老乡亲 共同努力的结果 如果不征地啊 不发展我们现代化的农业和工业 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 还要受穷啊 我们郑合是革命老区 但革命老区 绝不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子孙的事情我们管不了 我们只管现在 梁书记 在感情上讲 我们是佩服你的 你也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情是情 钱是钱 钱不到位 我们不卖地 好了 刚才大家说的我都记下了 现在 我还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 但是请你们放心 我一定尽快给大家一个 满意的答复 这才多长时间啊 你们这些本地员工 就没有干劲了 公司花钱请你们来 是创造利益的 不是来当大爷的 这也不是你们的田间地头 你们想干就干 不想干就不干 你们是怎么回忽客户信息的 客户是上帝 他再错也是你们的错 都得给我收着 你瞪什么 你瞪什么 你有瞪我的时间 把丢失订单给我找回来啊 不想干走人 不干就不干 我们不是来担粗鸡桶的 我去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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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 受不得气的 段总 我们工作确实没有做好 确实有错 但您这话说得也不对 怎么不对 我们这些人 都是干过农活的 一个个手上都是有老捡的 没有一个是小姐烧一身子 我们做客服的 本来就是待人受过 这一点您应该很清楚 我们也有做人的尊严 做客服工作不是说 我们不要尊严了 这事就能做好了 而且张总监 学员培训我们的时候 也是这样跟我们说的 好好好 还行 忙忙 站了 站了 忙忙 那个段总 您别生气 临心大促 大家压力都比较大 就是因为大促我才着急 看看他们本地员工 那个懈怠劲 我大促怎么办 去 方方啊 那个主管 我想找段总说几句话 段总心情不好 你等会儿再来 我就说几句话 就说几句 段总 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 我知道 因为这大处在劲 您的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难免情绪不好 可是您是否能控制一下 自己的情绪 别像今天这样直接地开码 我们要是做错了什么 您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批评我们 这样会不会好点 我知道最近大家的工作效率都不高 那并不是因为我们懒惰 而是因为大家都不够自信 我们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之前也没有过 在高科技公司上班的经验 所以难免会有不适应 但是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努力 而且我有一个请求 我希望段总您以后 不要再教我们本地员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之前在网上挑的 你什么没什么穿 我一直开跪 好 那方方 我给你打扮打扮吧 行 谢谢主管 不客气 能行吗 行 可好看呢 来 走吧 你小心点 好 大家好 此刻我站在这里是我自己要求的 我希望能和我的同事们 也就是我的乡亲们说几句话 刚刚我特地换上了这件裙子 这是我拿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的 之前一直没舍得穿它 今天穿上它 是为了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现给大家看 其实我们打扮起来 也可以变得很漂亮 很自信 这些都是我来这个公司以后 才发生的变化 虽然对于这样的我 也是我所不熟悉的 就跟我刚刚穿上高跟鞋 还是有点不习惯 其实大伙和我一样 都不太能接受 现在这个更好的自己 也不太相信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 可是事实证明了 我们曾经干贯农活的双手 经过了公司的培训 我们现在可以很好的操作电脑 学会了打字 学会了和客户交流 去争取每一份订单 我们完全可以给自己多一点的勇气 多一份的自信 上大专以前 我和大家一样 都是在地里干着农活 我们都知道 只要肯多流一份汗水 就一定会多一份的收获 这是咱们庄家人最能明白的道理 这也是我们的本分 就跟现在我们在这里工作一样 认真对待每一个客户 认真对待每一份订单 这也是我们的本分 虽然有时候客户说话不太好听 那咱们就说几句软话呗 这不丢人 有时候客户拿我们当出气筒了 没事 咱们就笑着硬着呗 这也不丢人 因为咱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 虽然这样 但却不代表 我们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我们的尊严 是靠我们的业绩来体现的 所以我希望和大伙一起 在即将到来的大促之前 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 用行动去证明我们自己 我们是可以的 那个段总 我先去换回工作服 你去吧 刚才方方讲的大家都听到了 我希望大家都和她一样 阳光积极 有一颗向上的心 咱们一起努力 没事吧 没事吧 不好意思 没事 手机瓶衰烈的 方方 刚才说得特别好 谢谢小明 我说的都是我心里想说的话 我相信 那个段总 你们先去换衣服了 没 去吧 像方方一样 勤奋努力 有一颗伤进心 廖师姐 这次怎么走那么急啊 不急不行啊 这次在杭州召开的 电商农业发展高峰论坛 级别不低啊 我还是通过朋友推荐 才拿到的入场资格 就一个人去啊 我把罗翔带上了 要给他锻炼锻炼嘛 丁不足备 也行啊 对了 开发区的资料啊 多备了几份 放在这包里了 是吧 好 拿来 对了 滨江路维修战道的建设自己 抓紧时间落实了 这事可不能再拖了 已经递交到财政了 正在审批呢 好 还有水利和住建部的手续呢 也办下来了 玉笛就能动工 河滩垃圾的清理工作 也同时进行 太好了 要的就是这个速度啊 廖书记 园区建设二期的图志 已经出来了 松西村征地的事情 您打算怎么办啊 我这次去杭州啊 就是为这件事 找解决之路的 只有加快招商引资的步伐 才能给村民们 带来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行了 董县长 老丁啊 家里就拜托你们了 好 医生起来 行 那我走了啊 好 来 怎么样 罗主任 最近在熊主任手下 干得还好吧 挺好的 经济开发区的格局更大 我还在调整思路 在任势上先赶上去 在能力方面 我还是要学习 调整思路是对的 我们的眼光啊 要放得长远一些 搞二期工程 就是要搞未来工程 现在我们的电商产业 已经启动了 效果不错 这未来电商一定是个潮流啊 所以这次去杭州呢 一事取经 二就是多吸引一些 电商企业 来我们整合投资 是 廖书记 小曹去哪儿了 小曹啊 有事请假 这说到小曹啊 他跟了我这么多年 也是委屈他了 这别说法定的假期休不了 就是平常的周六周日啊 也都是跟着我在外面跑 做我廖俊波的司机 可真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啊 可是您现在正是忙的时候 他有什么事情 比您的事情还重要 他肯定是遇到的重要的事 否则 他是不会给我开口的 其实罗强啊 你们这些年跟着我干 都辛苦了 我这心里都过于不去啊 书记 您千万别这么说 要说辛苦 谁都没您辛苦 不过看着郑和一天比一天好 我觉得再辛苦我都值得 对 值了 欢迎大家历临 电商农业发展高峰论坛现场 下面有请盛宇国际商贸集团的董事长 兼CEO华腾云先生 上台为我们分享 尊敬的各位嘉宾 企业家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作为特邀嘉宾参加论坛 我感到非常地高兴 也非常地荣幸 接下来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 现代农业 在电商背景下的新发展 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电子商务的时代 也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代 大家都在寄希望通过电商模式 从传统产业 向新型产业转型 而电商农业这块大蛋糕 还未被完全开发 中国地大物博 一直有农业大国之称 来 洛乡 书记 教练你个任务 咱们时间有限 兵分量 你去会场外的那个 各个企业的展示区 去多搜紧一些 各个企业的资料 和那个负责人的 所有相关的信息 那我先过去了 去吧 没有任何一个行业 先天就是先进发达 或者愚昧落后的 我们做农业 如何去复制 其他行业的产业化路径 借鉴其成功的理论 如何去共同参与和推进 相关政策的完善和发展 找到一条健康的 共同发展之路 这才是根源 感谢华总的精彩发言 接下来是自由提问环节 台下有哪位老总 有问题要提问的 请举手示意 那得有请 第一位举手的先生 请把话筒带给他 好 谢谢 谢谢华总 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刚才您的发言 让我授予非浅 但是同时呢 我还有很多疑问 电商领域这一块呢 我还只是个小学生 对于电商农业 我理解啊 就是鸡鸭鱼肉 瓜果蔬菜 茶叶等等等等 放到网上去卖 我们郑河县地处明北山区 我们那儿的农产品啊 质量上没得说 就是最大的问题 就怎么能在最短的时间 把最新鲜的产品 送到我们的买家手里 我打个比方 就拿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小吃 叫前冬小葛来说 这个刚出锅的时候 那热气腾腾的特别好吃 但是如果经过处理 二次包装 再卖到外地 那么就意味着 我们的消费者 是无法品尝到 小葛真正的美味的 物流问题 一直是生贤产品的难题 抽真空 用冰块保鲜 能想的办法 大家都想过了 可这也只是适用于 交通便利的地区 距离偏远的地方 仍旧无法保证 是 距离太远的地区呢 确实一时半会 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 但是距离较近的地区 比如说省内 或者周边的省市 能不能开设一条物流链 我倒是想请教一下 这位先生 具体的 您认为该怎么做啊 我在想啊 能不能开办一家 小型的配送公司 就像类似 我们过去蛋糕啊 鲜花的配送 配送的范围 可以覆盖省内 或者周边省市 只要符合要求 人人可以注册 当配送员 这样既解决了产品 快速新鲜送达的问题 同时呢 也给我们的年轻人 提供了一个就业 或者兼职的行为 谢谢 谢谢 还没请问 这位先生贵姓 哦 免贵姓廖 我叫廖靖波 明语 曹明语 来 晴晴你怎么来了 我去省城办事 顺道过来看看 那这么多同学 你怎么一下子认出我来了 别人都坦坦荡荡了 就你偷偷摸摸 还搭了个脑袋 太明显了 坏了 赶紧走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是怕看见熟人 再传到廖书记那儿 引起误会 你这个样子 更引人住屋 是啊 走 明语 你说这考研 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你干吗不跟廖书记说明 你不明白 我跟廖书记这么多年 就万一考上了 那我就得离开他 还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呢 你先别臭美了 说不定还考不上你 考不上我怎么娶你啊 廖书记 这里所有的企业 我几乎都转变了 好 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我也全都要到了 太好了 干得不错 尤其是这家 盛语国际电商集团 他们公司实力很强 在全国都是排得上名的 电商企业 我跟他交流了一下 感觉是个实干家 是啊 他们公司才端端五年的时间 就坐上了华东地区龙头的位置 我还专门花了好长时间 和他们的人研究这次的会议 廖先生 廖先生您好 你是 我是盛语国际集团董事长助理 我们董事长想见你 您好 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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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您好您好 我们又见面了 是啊 您好 这是副总 这是秘书 您好您好 这是我的助理 罗强 您好您好 我们里面请吧 我准备了饭菜 我们边吃边聊 不 不了 华总 这饭就不用吃了 我们直接说事吧 不用介意 就是我们公司自己食堂 别客气啊 行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廖书记 这华总的风格跟你很像啊 请人吃饭都是在食堂 这说明啊 华总也是个实在人了 快吃快吃 不要客气啊 都是自主餐 想吃什么自己在家 好好 刘先生 我今天请您来 是想跟您继续探讨一下 之前的话题 华总 我也非常想再给您多学一点 电商方面的支持和经验 但是 谈之前 我想先猜猜您的身份 我看 廖先生的言谈举止啊 不像是生意人 我猜您 是政府的官员 华总 您好眼力啊 我是福建省 郑和县的县委书记 果然没猜错啊 在你身上 有很强的 一线干部的务实气质啊 谢谢 华总 我们这次来杭州啊 就是为了郑和 电商的发展 而专门取经来的 我这个人啊 有两个特点 一 看人非常准 二 说话做事 喜欢直来直去 您有什么话 有什么指教 请直说 以您的思维和能力 不需要取经 反倒是您的做事经验 和行事作风 非常值得我们集团学习 这样吧 干脆弃正从商 加入我们集团吧 好 华总 这个 廖叔姐 我不提您的薪酬 我知道 您不是一个爱才之人 但我知道 您一定是一个更看重 人生价值的人 是 我们集团 正在准备 向全国市场拓展 急需高级管理人才 你如果愿意来 最高可以做到大区总监 为更多的人 做出更大的贡献 华总 我非常感谢 您对我个人的肯定和赏识 但是 廖叔姐 您不必立刻回答我 您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对了 您刚才说 您是哪里的县委书记啊 南平市郑河县 是福建 明北的一个山区小县城 明北山区啊 我们是山区 但也是 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最好的地区 绿水青山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非常适合发展 生态主导性经济 廖叔姐 看来您非常自豪啊 我的自豪不仅仅是感情 更多的是原自 对我们郑河所拥有的 发展潜力的理性判断 尤其是针对贵集团 这一类农业 电商企业 我们郑河 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 廖叔姐 听您话里的意思 您是想让我们集团 在郑河投资建厂啊 没错 不 贵集团有强大的 技术 人才 资本优势 我们非常期待 可据我所知 明北的农产品发展 同质化很严重 我为什么要拼拼选择 在郑河投资建厂呢 华总 您说的问题确实存在 我们郑河虽然小 但是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宁武 松建两条高速开通以后 郑河是整个明北 距离海港最近的线 我们物流成本低 效率高 而且环境好 服务好 另外 郑河的文化 也是我们一大优势 珠子文化 红色文化 竹茶文化 这些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 之前我们探讨过 产品附加值的问题 把传统开发和文化开发 结合起来 转化为更具神秘价值和内涵的 全新的农产品 这是一条很值得探索的路子 廖书记 您的这个想法 确实很吸引人哪 廖书记说的 可不是纸上谈兵 我们从去年开始 就已经开始做试点 现在已经有十多个品牌 上百个品种 产品涉及到白茶 竹器 特色小吃 蔬菜瓜果 而且 这些都是经过市场考验的产品 听你们二位说了这么半天 但我听说 你们那个民北山区啊 是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坦白地讲 你们的发展 还处在很初级的阶段 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正是投资创业的好地方啊 你想兔子不拉屎 说明地方偏僻 但是我们现在高速公路通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 兔子不拉屎 说明我们这个地方 地域广阔 生态好 正是养殖的首选 兔子不拉屎 说明地价低啊 总之一句话 就是希望华总 您能去实地考察一下 去走一走 看一看 说得好 您这个县委书记啊 可不简单啊 来 我以汤代酒 好 敬你一杯 来 来 来 行了 华总 留步吧 我们就回去了 谢谢您的招待 梁书记 您就不用跟我客气了 车都准备好了 送你们回宾馆吧 不了 华总 我们还有事 已经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 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 那好吧 有缘再见 好 有缘再见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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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个廖俊波 真是个难得的实干家呀 段总 这是给你的 给我的 我现在可以打开看吗 那个 因为我 您手机摔坏了 所以这是我赔给您的钱 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出去忙了 不是 张主管 你让陈芳芳到我们办公室来一趟 芳芳 那我叫您的 赶紧去啊 爸妈 别来 段总 您找我有事 你先坐啊 坐 你坐啊 别客气 您找我有事 您说吧 最近工作不是挺忙的吗 脑力消耗也特别大 需要补充点糖分 所以我给你买了一点小甜品 不用了 谢谢段总 我看着想要做肠的安心 你想要做肠的安心 要做肠的安心 还可以 pulp 芳芳 我就明说了 我喜欢你 那个 我那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跟你 不合适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今天就是想把我心里的话都告诉你 我不是冲动啊 我真的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我跟你之间真的不合适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行的 方芳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的话 我以后我天天 我每隔半小时我就让你来我办公试一趟 段总 你这样不觉得自己很无力取闹吗 这么棒 你如果今天当着我的面 你告诉我你不喜欢我的话 我想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提这件事情了 如果你说不出口 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 我还有事 我先去 说实话 说实话 这个招长隐姿啊 要是没有跪地求婚的真诚和勇气 这个事真干不下来 这个镜头我倒是有 我老婆就说过 我罗强啊 最大的优势就是脸皮厚 我看好你啊 等一下 老丁啊 什么事啊 整地还是不顺利啊 不少计划中的项目 受阻中止 开网区二级工程 推进困难 大家士气比较低落 好 我知道了 好 再见 六叔姐 怎么了 没事 这再苦再累的事啊 也要一件一件地去做 走吧 妈 妈 爸 妈 买菜回来了 进冬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进冬回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老伴 赶紧做饭 儿子忙说不定 上上又走了 行行行 做饭 不不不 妈 妈不用了 我那个 是吧 我就不吃饭了 我这刚出差回来 这走了好几天了 这郑和啊 还有一谈那事等我呢 我 我就不吃饭了 你又不吃了 你说 对了 妈 我以为我事跟你说 来 倒闭牛奶 来 是这样 你坐着 坐 爸 是这样 我这次去出差啊 主要是招商 我遇到一个董事长 他们那个企业做得特别大 我特别想把他们 引进到我们开发区来 但是现在遇到一个事 妈 好 好 妈 你坐 嗯 遇到什么事呢 这个董事长 他现在看上我了 想要把我挖到他们企业去 罗强 廖书记 我这边事情办好了 现在已经到您家楼下了 这么快就忙完了 行 我忙下来 那后来怎么样了 行了 妈 爸 那我就回去了啊 回头再跟你说 好吧 有同事在楼下等我了 行行 先喝酒 我这喝了 妈 走了 对了 制作从外面带来那个涂车展 你们倒是尝尝啊 好 行行行 那个邻里跟家座 跟他说一下 我就不等他们了 好 爸 妈 那我走了啊 好 包 包 走了啊 我儿子碰到难题 回来搬我这个救兵来了 搬救兵 你是救兵啊 连下棋你都跟儿子耍赖 你以为我不知道了 现在 你有我儿子水平高吗 我当然没有儿子水平高了 可 儿子可是我教育出来的 你吹吧 老头子 喂 喂 邀书记 我是办公室小陈 你说 有位华总找您 我把他安排在您办公室了 华总 那我到了 那个罗祥 你来一下 好 华总请用茶 华总 刘叔叔姐 您真来我们正合考察了 欢迎啊 是啊是啊 华总您好 您好 华总 您真是雷厉风行啊 这跑得比我们还快 这不愧是大企业家的风范 这样 今天我做东 一会儿就在咱们的食堂 咱们边吃边聊 好啊 华总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董秋云 董县长 您好 欢迎华总 这位是丁丰 丁副书记 您好 这位是盛宇国际集团的华总 他们这家企业 是我们华东地区的龙头企业 年产之上十亿 主营项目是 现代化农业和电商农业 可以说是 我们这个领域的专家 和领军人物 刘书记过奖了 在电商农业领域 我也只是个学生 不敢成专家 华总 您太谦虚了 但是呢 这个电商的发展 确实是瞬息万变 我这个做学生呢 非常期待 能和您一起携手 摸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子 这样 说句实话 今天华总能来 可以说是我们杭州至今 最大的收获 那我们就以水代酒 一起敬一下华总 好 好 感谢华总能来我们正合 考察投资 好 欢迎华总 来 怎么了 华总 刘书记 我这次来正合 不是来考察投资的 那是 我来 还是为了你这个人 华总 你还不死心啊 廖书记 各位 我们做企业的 求贤若渴 没什么不对 而且这个人才流动啊 有利于资源的 优化配置 有利于思想的碰撞 和社会的发展 必定会产生一种 双赢的结果 甚至是一种 更加健康的价值观 没什么可避讳的 这就是 没什么事 别人 没什么事 你不信 我还能够 成功 你不信 是 你不信